哈囉大家好我是桑姐 今天呢我們要來講一個有關於我小時候的故事 對沒錯上次我們已經講過了一個關於我小時候是怎麼跟外國人聊天的 如果還沒有去看的人可以點上面去看喔 好那今天呢一樣也是要講小時候的故事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小時候發生太多太別的事情了 可以分好多集慢慢跟你們講 好那今天看到標題每個人都知道啦 就是本次的主角呢就是鞋子 你們一定想說鞋子鞋子不是穿在腳上而已 還能搞出什麼東西來 你們錯了我小時候真的是可以因為鞋子的搞出一些有的沒鳥事 好啦那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今天的故事 這個故事大概發生在我幼稚園大班時候 那我現在跟你們講你們應該知道台灣的夜市大概分成兩種吧 第一種呢就是那種佛觀光客的已經規劃的很好整理的很漂亮的那種夜市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比較小條 然後都是佛在地人 吃完餐隨便去買個東西回來那種小小的夜市 我現在就要講那種小小的夜市 那這種夜市通常啊 裡面就會有一種東西 就是賣鞋子的店 像這種賣鞋子的店啊 裡面通常鞋子的價位其實都算是很便宜的 通常都是不到五百塊甚至也不會超過一千啦 那裡面鞋子呢就是五花八門 應有盡有 涼鞋 脫鞋 布鞋 靴子 皮鞋 什麼鞋子都有 小孩到老人 應有盡有 全部包辦 那我剛剛講了 這種鞋墊的特點呢就是很便宜 所以很多爸爸媽媽在小朋友還小時候 不會給小朋友買太貴鞋子 因為小朋友的腳長很快 所以呢 這一種鞋墊啊 最大眾的客戶就是來自於小朋友 好啦那有一次 我就跟我爸一起去逛夜市 忽然間我們就經過那種我剛剛說的鞋子店 我就看到 哇 各種五花八門的鞋子 超級漂亮 看了我眼睛都發亮 因為真的很想進去 而且我爸真的也看到我那雙就是閃閃發亮的眼睛 爸爸這個東西呢生來就是會疼女兒的動物 所以呢我們就進去了 那想必出來沒有帶個一雙鞋子 今天的故事也不會成立對吧 我到現在還記得那種鞋子講什麼樣子喔 我爸給我買了一雙超酷的紅色皮靴 那個皮靴的上面 它有個類似像皮帶那種扣環 你要把皮帶穿進去再扣起來的那種裝置 反正看起來就很帥就對了啦 那結帳完之後呢 我就是直接立馬 Ride Now 就是要穿這雙鞋子回家 那我們在回家的路途中啊 中間就是會有一些小巷子 我記得我那天真的很開心 還邊拉著我爸的手邊走邊跳 不過你們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爸爸媽媽在牽小朋友的時候 如果突然旁邊經過什麼車子啊 不然就是有不想要讓自己小孩靠近的東西 通常都會把牽著小孩的那雙手 稍微往自己身上靠一點吧 其實就是跟牽狗散戶是一樣的道理啦 所以呢我就在巷子裡面邊拉著我爸的手 然後邊走邊跳 緩緩間我的余光發現地板上有一個東西 遠看看起來小小的 但是看起來好像很飽滿 後來我爸也看到了 而且他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而且很顯然他一點也不想要我去靠近 因為他有把牽著我的那隻手 稍微往他自己那邊靠 那個東西其實非常常出現在巷子裡面 現在可能沒有那麼多了 但是以前真的很多 相信你們應該猜得出來那是什麼東西吧 沒錯 就是狗屎 我不知道我那天是太確決了還是怎麼樣 腎上腺素暴增導致我失去理智 我竟然開始抵抗那股 我爸想要拉著我遠離那座狗屎的力量 我爸可能連想都沒有想過我會那樣做 其實當時的情況就有點像拔河那種感覺 就是兩隻手這樣抓著 然後對方稍微一不注意的時候 我就稍微用力然後就贏他 這我爸發現不對勁 他開始想要挽回他失去的優勢 不過當我發現我爸有這個想法的同時 我竟然覺得不行 我都已經這麼靠近這個狗屎了 我絕不能就這樣被我爸拉回去 這樣前面的努力就白費啦 所以我決定要贏就給他贏到底 所以呢我就從我爸正準備想要出全力 到我拉回來之前 那種遜雷不緊掩耳的速度 用力反抗我爸那股力量走向那座狗屎 後來我爸真的覺得不對勁了 他覺得如果這樣下去 真的沒有辦法起到警告我的作用 所以呢他又發出非常嚴厲的聲音 你知道嗎 在那種情況之下 他根本沒有辦法好好地說出一句話 所以他只能 可能是我爸發出警告聲音的加持之下 我更確定了我要做這件事情的決心 所以呢在我爸發出欸欸欸的同時 我將我的一隻腳翻緩的抬起 瞄準目標 絲毫沒有任何一絲猶豫的 用盡我的權力配合重力加速度 將那一坨狗屎狠狠的 踩扁 就在我腳落地的那一刻 我爸的欸欸欸的最後一個欸 瞬間來到最高分貝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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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傻眼 我爸真的傻眼 他看著我 又看著那雙超酷紅色皮靴 而且我真的覺得我超欠點 我竟然還露出那種 看吧 我踩到了吧 的那種死屁孩臉 我真的覺得我超欠揍 如果是我小孩 我絕對立馬把它打爆 不過最後我爸還是沒有揍我啦 可能是我長得太可愛還是怎麼樣吧 他就在巷子旁邊找到一個 接著水管的水龍頭 在路邊沖洗我的超酷紅色靴子 可能怕回家會被我媽發現 幫女兒亂買鞋子 而且鞋子還沾滿狗屎而被罵吧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快笑死 我真的 我為什麼以前還這麼欠揍呢 是你們會不會打爆我 是不是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小時候還幹嘛 我真的 爸爸媽媽這麼辛苦 幫我買雙鞋子 我竟然是踩狗屎 我真的是 腦袋是裝狗屎還是怎麼樣 我真的是 對不起老爸 真的 爸爸 你說沒關係 沒關係嗎 沒關係 沒事 掰掰 可是現在我也找不到那雙超酷偶色皮靴子 不知道跑去哪裡 可能真的太臭還是怎麼樣 可能那個臭已經深入到那個縫隙裡面 不知道 好啦 反正這就是今天的故事 但是呢 我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有關於鞋子這個主題的故事 不止一個 可能下次我會再錄一個有關於 就是也是跟鞋子有關的蠢事 所以呢 如果期待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再可以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我也非常感謝你喔 好啦 我是桑姐 如果你們有發生什麼小時候超北南的事情 記得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超想知道 好啦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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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其實 是 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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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